我是贝尔小浪 我的飞机意外失势 坠入大海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 我要带这片海域生存下去 唉 怎么这么快就天亮了 看来睡得高就是不好 太阳早早就能晒到屁股 而且这里的风真的很大 我根本就没有睡踏实 风火台上的柴堆都烧尽熄灭了 海面上一个鬼影都看不到 就别说是人了 看着我 看来昨晚没有起到作用 以后还得继续坚持了 等等 那远处那是什么 我隐约看到一个建筑 外轮廓像生物研究所 卧天 我该肯定我看到的并没有错 目测距离我很远很远 其实这就是站的高的好处 风火台并没有白见 这让我提前发现了它 第二座生物研究所 我觉得那里肯定会有人 或者宝藏 或者回家的海域地图 等等 先让我冷静一下 脑子有点乱 我不能着急 第一座生物研究所 我就遇到了危险 这次是福是祸 也不好说 既然发现了 就先不着急 先是早上八点半 先吃点早饭 容我好好计划一下 早餐我首选椰子 这种纯天然的绿色椰子 可以很好的清理人体肠胃 让我的便便更通常 嗯 吃饱喝足 我的想法也油然而生 这次在很远的海域 发现了第二座生物研究所 根据我荒岛经验 芭城也有危险 幸运一号经常出故障 不太靠谱 那么这次 我今天造一艘 结实一点的新船 造新船 就得用新材料 洋气瓶带上 我决定 开始挖掘海下粘土矿 用粘土烧着砖块来造船 那样的船肯定结实耐用 说干就干 先下海 背包里带上洋气瓶 可以大幅提高 我在水下呼吸 接着方便我 进行海下挖掘工作 即使有氧气瓶 我也不能长时间待在水下 还是需要上去换气 并且水下工作 是非常耗费体力的 哎呦我的天 差点憋死我 我用挖了近40块 这应该差不多够用了 云子草岛上有很多 它们可以制作成绳子 用来固定我的新船 木棍 之前造风沫台 还有剩余 可以用来铺垫新船船机 增加福利 建造熔炉 建造砖站 它们可以直接生产砖块 我又从海边浮沫 敲了不少木棍 有了这些 再加上之前找到铁桶和轮胎 就凑够了新船的材料了 准备齐全 开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凯王号就要完工了 我可以驾驶他前去第二座生物研究所 今天要到这休息了 晚安了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